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早上9時至10時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星期四早上是星島總編輯時間 當然每個星期四早上 會有星島日報的社長和總編輯梁建峰先生 跟大家講講今個星期的熱門話題 梁建峰早晨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 也都很感謝香港朋友的支持 多謝你們 梁建峰 這一開始也要講講 我們踏入四月份第一期的節目 四月就是星島中文電台的台興月 再加上下個月來講 五月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一年兩個月都有很多精彩的項目 我跟大家分享 先講講華工團 這個就是一個對於美國華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 一個值得銘記的歷史 是 華人之所以移民來美國 大量的移民過來 是因為美國有建築鐵路的需要 因為在早期美國的經濟發展 主要就是靠著鐵路的運輸 當時來說是最先進的六路交通工具 但是要橫跨美國的大陸 由東岸去到西岸建築鐵路 中間是要經過很艱鉅的工程 當時來講需要一些大量的勞工 這些勞工不單止能夠長時間 黑苦內勞工作 價錢又要便宜 美國本土找不到這些勞工 來做建設鐵路 這麼艱辛的工作 因為要開山砍石 鋪鐵軌 又要穿過一些極寒的地方 是不容易的一個工程 相當艱鉅的工程 當時有人建議鐵路的大主人 史丹福 我們今天看到史丹福好像很高尚 其實他就是一個壓榨勞工的奸商 可以這樣說 他就試試中國人 於是就找了大量的華工 我們有人說所謂賣豬仔 我們經常說金山 他們覺得是掘金的 挺好的 其實真正大量的勞工 被吸收過來 就是為了要建建這條鐵路 所以這條鐵路是環的工跡 可以這樣說 如果沒有華工 遠隔重陽過來興建這條鐵路 美國亦不會建成這條鐵路 而建築這條鐵路的過程裡面 很多華工亦都是犧牲了 更多的可能是 流散了在附近的地方 而在這個華工來美國的過程裡面 亦都另一種艱辛 就是當時是要坐船過來 不是說每一艘船都能夠 一百人出發 二百人出發 二百人都是到岸的 中間亦都有一些可能犧牲在路途上面 所以那裡是華工 面對這些苦難 出了真的很多用生命來建築這條鐵路 這條鐵路 當它通車之後 通車就是五月十日就接軌了 東西兩岸接軌了 中大紀念儀式上面 居然留下來的照片 是完全沒有華人的宗跡在那裡 你看不到的 一個華人都沒有 當你就是奴隸 給奴隸好一點點這麼多 這樣 起碼有工錢 很便宜的工錢 小工錢 OT當然沒有錢 一個極惡劣的工作環境下 所以現在華工的貢獻 慢慢得到一些重視 今年鐵路接軌是一百五十五周年 這個中壞日子 當地每一年都會有些紀念儀式 有時候小一點有時候大一點 今年一百五十五 都算是一個整數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團 就五月八日出發 就會去參與 去看看這個紀念儀式 也都會走沿途 我們有幾天的旅程 也都會走訪一些華人 曾經生活過的 留下來的足跡 我們又去憑調 去看看 作為我們 也是紀念先人 可以這麼說 這些是我們的先輩 不是先人 我們的先輩 為在美國打拼下來的貢獻 我們都應該更多的重視 和肯定 也是一個有特色的旅遊 看看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報名 我知道現在已經有幾十人報名了 但是我們還有名額 我們希望人越多越好 所以大家考慮一下 沒錯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打 我們在650-808-888 650-808-888 去諮詢 當然來到4月份是台慶月 今年是星島中文電台 200好年華 28歲的生日 讓梁中說說 其實今年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跟大家分享 好 剛才說漏了 這個華工團 我自己都會參加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歷史 對於美國華人和美國的歷史 我自己也很愛好 也很喜歡看 所以今次我都會參加這個華工團 說回我們台慶 4月份的 我們正式的蘇文電台啟播日是4月8日 但是今年我們是28週年 真的都不容易 28週年 所以我們就選了4月28日做一個台慶活動 今年我們怎樣做 過去我們多數做的就是一些餐的晚會 跟大家聚一聚一個晚會 但是今年我想大家可以再玩得開心一點 不如我們用一個歌唱的形式 很多朋友都喜歡唱歌的 在一些宴會上大家都喜歡卡拉OK 我們不如辦一個 我們的名字就叫做中年好心 其實也不是中年 青壯年好心 因為我們定的標準是35歲以上 我們就不分組了 下30歲以上就可以參加我們這個台慶卡拉OK大賽 我們選擇的地方就是在金融區華埠的 Hilton酒店裡面的中華文化中心的大禮堂 我們會設計好一個漂亮的舞台 讓大家很享受地展示你的歌唱的才華 這個4月28號 下一個歌唱比賽 我們獎金的頭獎是有1000元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獎項在那裡 除了這個歌唱比賽之外 我們在歌唱比賽之前 我們就準備了一個酒會 就是一個 書 11點鐘開始 跟大家一個有精美小吃的一個 我想不是說坐在那裡午餐 讓大家聊聊天 包括我們同事 我們DJ都會在那裡交流 坐在那裡 吃一下點心 喝一下酒 大家聊聊天 拍照 然後就開始我們 欣賞我們的歌唱比賽 卡拉OK大賽 如果大家報名參賽 現在我們需要很多 35歲以上的參賽者 我們應該知道青壯年好聲音 當然青壯年好聲音 我們借了一點聲勢 但是我們歡迎35歲以上的朋友 參與 如果你喜歡唱歌的話 也是同一個電話 650-808-8888 這個時候我們稍微開去廣告 稍後回來即將 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中美的西倫樂鬥 究竟是怎樣鬥法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探討 6月、9月、10月、11月 軍保證出發 價格僅3999 爆機票 五星酒店和郵輪上岸參觀 四機郵輪 灣區熱線 626-666-666-999 626-666-666-999 你已經輸了幾多冤枉錢 五千還是一萬 你是向親戚借錢 還是用信用卡射賬呢 難道還要賣了車 賣了房子 你的家庭已經吵到四分五裂了 我要說的是 賭博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賭博一開始會刺激 但是樂趣過後 你要如何收拾殘局 你不單止損失金錢 還會失去你的朋友和家庭 一個人賭博 大家都造樣 如果你說你認識的人 受賭博問題的困擾 你可以用中文字電 華人社區賭博問題辦公室 電話1888-968-7888 即是1888-968-7888 你的泥電絕對保密 加州賭博問題辦公室提供 回到第二節的總編輯時間 首先多謝我們的網友 Janny Zhang 多謝你的贊助 這時候要等梁總說一說 這星期我們的主題叫做 《中美西倫的惡鬥》 其實近期有很多消息 例如高官的互訪 特別是裁長耶倫 如無以外應該抵達了廣州 到了廣州 再加上近期一些領導人的通話 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通過電話等等一系列的互動 聽上去好像沒有太大的惡 都好像在談 但是為什麼梁總你會覺得 是一個惡鬥 不如跟大家講講 跟著事態的發展 中美關係 對比幾個月前 現在好像有一點點升溫 這個溫不是溫這個溫 就是有一些來往 有一些熱度 這個也包括官員方面 也包括了民間 先說民間很簡單的 美國就真的 不是美國是中國 就落實了 習近平說 邀請未來 邀請五萬個 美國的青年要去中國訪問 所以大家看到上個星期 就有一團去了 就是在華盛頓州 有一群的中學生 就受邀請被安排 就去到中國訪問了 所以這裡是民間一些交流 然後也都見到 中國出訪 美國的政府的官方的 這些商貿的代表團 也都頻繁了很多 的確是很頻繁 而且特別是來加州的很多 這些都是有些升溫的跡象 高層的接觸更加 前兩天 習近平先跟拜登通了電話 然後布林肯 那些財長 商貿部長 去中國也都有 財長耶倫已經是第二度了 又去了幾個月 又去一次中國 所以 這個來往是多了的 無論是地方政府層面 或者民間層面 以至高層的 都是多了 但這種的多 我覺得有一種不平衡 在我那裡 中方就是努力的 希望將中美的關係 所謂 重回到一個正軌 可預期 可控 所謂互相尊重 平等互利的方向 來努力 所以就 比如在民間方面 和地方政府的交往 這些都是中方表現得很積極 和主動的 但是在美國來說 使出的手段 卻是很不一樣 因為美國今年 就是大選年 中國 已經成為美國政治裏面 在議程上的第一項 首項 無論是誰做總統 現在看來是特朗普 還是拜登 還有些人參選 不過那些就不要算 那些就沒有什麼機會 那 無論是誰做都好 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中國已經是擺上 在美國中央政府 聯邦政府 首要的一個位置 那裏要去處理 所以對於中國問題 怎樣去處理 做些什麼都會 關乎到可能對選票 會有一些影響 而且這個也不是簡單的影響 不是說好像有些國會議員 尤其是新科的國會議員 哀哩巴巴 我的嘴巴在那裏罵中國 說得越激越好 不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這個和中國的交手 包括了長遠的目標 你要壓制中國 不要取代美國的世界霸權的位置 近期的 你又有很多地緣政治 需要有合作 又有競爭的地方 在經濟上 又要有壓制 但是又要爭取一些 互利的地方 所以不是簡單一塊 或者一個原則高喊口號 打倒中國 這樣就可以了事的東西 所以這個在任的政府 尤其是拜登 他怎樣去處理 就更加關鍵了 特朗普很容易 特朗普他作為一個挑戰者 說什麼都可以 因為第一 他現在說了不用做 他不是現在要做 他說而已 總之就是摸著這個脈搏 像我們中醫 打脈一樣 摸著這些選民的情緒的脈搏 這個就靠大數據 靠科技 在這些州份裏面 我要爭奪的選民裏面 大概他們喜歡聽些什麼 哪些東西能夠有效 就說什麼 對於特朗普選舉來說容易 隨口說就可以了 但是對於拜登來說 就沒那麼容易了 你說我又隨口說 你現在是在任的政府 你要做的 你的政策上面是有影響 你手握著有公權力 你不能夠現在 天天在那裡 罵習近平 怎樣怎樣 不行的 因為現在實際交往在那裡 會有後果 跟特朗普說 特朗普怎樣說都可以 沒有影響的 中國政府也不會太在意他說的話 頂多說得過分的 就說回兩句 是這樣的 因為他沒有欺騙公權力 但拜登不是 拜登的限制是會多些 現在做起來 是要更加的細緻 而容心一點 好像上一次 記者會上面 見完習近平 第二天就說 不是第二天 剛剛見完之後 就說 習近平是獨裁者 說得不妥當 第二天又要去拍肩膀 他不容易的 我講回拜登來說 但是從整體來說 最近的中美關係 我就說到 中方是比較主動 是積極 而且向友好的方面 希望能夠發展 那這個 除了想緩和美中關係之外 也都是想為自己處理 國內的難題 是爭取時間和空間 嗯 中國現在國內 比較少些人去正面說 其實現在中國面臨的挑戰 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 是最巨大的挑戰 那個開放一開始的挑戰 就是不知道怎麼做 不知道怎麼做 沒有規矩 沒有資金 沒有經驗 所以不知道是怎麼做 但是做過程裡面 可能產生很多問題 甚至產生過 好像八九年的事件 對中央政權 對中央政權一個很大的挑戰 經歷過這些 但是這些發展中引來的問題 都比不上今天中國所面對的內憂外患 這個字說出來好像很沉重 很多人都會覺得中國今天強大了 之類的厲害了 但是其實今天面對的中國 其實真正是處於內憂外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是願意明顯很主動地 希望爭取不單止和美國和歐盟 和其他國家都是一種積極友好 其實是為中國能夠爭取一些空間 去更妥善地處理 現在國內很多棘手的問題 我們先稍微去廣告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的話題 地產房屋買賣請找Prime地產王小姐 專業拍照及房屋裝修佈置 幫你最短時間內賣得最高的價錢 電話415-606-4365 415-606-4365 Joyce 你看起來這麼累 哎呀 抱床褥了 總是不對 睡得我腰酸背痛 真是受罪 去K&M 力格床店專賣店 選分就對了 他們有各種尺寸 不同軟硬度選擇 當然試到對才不買 他們的椰中硬床店和其他牌子 在硬度上是有明顯的區別的 那我馬上要去力格床褥試試 K&M 力格床褥專賣 在三藩市362號 Bashaw Boulevard 電話415-550-7890 415-550-7890 田木琳 牙醫博士 全美首個引入兩台Yumi機械人技術 來輔助中植牙的先驅領導者 Yumi支援微創手術 幫助患者減少出血 減少疼痛 傷口加快愈合 在美國食品藥物監管局 唯一批准使用的智能機械人 一次性完成筆牙 直骨和種植手術 大大縮減四至六個月的時間 想了解Yumi智能種植 歡迎聯繫 灣區專科種植及矯正中心五間診所 電話510-939-7246 510-939-7246 或415-656-28-600 415-656-28-600 為慶祝長實廚櫃公司 南三凡市二十萬呎新店 盛大開業 及報答客戶二十年來支持 長實灣區各店 將一律舉行優惠大囚賓 查詢國門市報 請上網 KZKitchen.com 回到第三節的總編輯時間 上次美先生說了 關於中國方面 現在面對的問題 無論是外在的壓力 或內部這些壓力 例如經濟的問題 很多的問題 都可以等待有待解決 所以最近來說 是積極地和不同的國家 有一些聯絡 反過美國來說 自從去年APEC之後 有些新聞說 又要堅持好兩國元首的共識 舊金山遠景 但是在國會來說 我們也聽到了 又要封TikTok 然後又要做一些 台灣方面的動作頻頻 對台灣的動作 梁忠 你怎麼看 美國好像一手是這樣 一手是這樣 很難去捉摸 我們看來覺得 中國來說 如何與美國打交道呢 中方就比較是 我們看中美關係兩邊 講他們現在 我說是惡鬥 真是一場惡鬥 但是中方就比較 中國方面就比較清晰 他說了幾個原則 一直都沒有變 說了很多年都是 其實就是 互相尊重 平等 合作共贏 總之就是 一個對等的交往 然後大家以前講求同傳義 現在更具體細化一些 就是合作共贏 就是不要在那裡 大家的惡性的競爭 然後用一個尊重的態度 來交往 爭取最大的共同利益 中方一直都是這樣的原則 所以對於認為不受尊重的地方 會有一些較強硬的反應 特別是現在通過一些反制 美國很喜歡制裁 制裁全世界已經制裁了幾十年 但是中方現在 這兩年就有一些 用立法的方式 透過可以反制 國外的一些其他國家 對中國不合理的 中國認為不合理的制裁 所以有些硬的地方 中國也是硬的 但是總體的方向 都是尋求和世界一種 只要你和我是平等 互相尊重的話 那中國就願意釋放出 最大的善意 譬如最近對很多國家 都實施了免簽 而且有些還是單方面的免簽 都是希望不單是一種善意 也是具體的 對中國希望能夠帶來更多的 就是遊客也好 或者商貿的合作也好 中國都是願意這樣去做 所以是比較清晰簡單 而中國的決策過程 就因為它是由一個共產黨 集中領導的一個體制 由中央政治局來決定 國家主席 黨總書記 他的方針決策也是清晰明確 所以總的來說 要了解中方的意圖 是比較容易掌握一些的 雖然有些人認為 共產黨黑商作業 其實有得很黑 因為它是單一 很多事情 你不是每天都在會議室裡聽著它開會 但你都知道 它那個決策的流程 或者那個思路 和它具體的推出來的政策 你都可以知道到來比較清晰 而美國就不是了 你要了解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 我覺得難度就高很多了 你不要以為 美國自由開放 我們國會又公開討論 為什麼我們對華政策不透明 我告訴你 如果你認真去看的話 美國整個對華政策是極度不透明 而且不透明 不但只是極度的複雜 而且裡面存在內部的很多的矛盾 互相的矛盾在那裡 因為在美國的體制裡面 為什麼會把中國視為一個 現在的 有些人已經用到的一個字 就是敵對國家 敵對勢力 是最大的頭號 不是眼中釘嗎 心頭刺嗎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是什麼動力在這裡推到這樣 因為最初的時候 尼克遜要來中國 這個題外話要先說 就是說美國這些智庫也好 或者這些權貴精英 政治精英 他們在想什麼 最近一場對話 網上就很流行 提外話 我差一點點來講 就是美國一個這樣的智庫學者 就去訪問這個新加坡的前外長 說到他用很多美國這些意識形態字眼 共產黨 就說現在的習近平政府 美國的學者 現在的習近平政府 已經走回到回頭路 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 對於東南亞國家 就是一種很大的威脅人 好像一些小國 像新加坡那樣 面對一個這樣倒退 又共產獨裁的中國 你們是不是應該覺得很不舒服 應該是怎樣去應對呢 這個美國學者 這個腦筋 你一聽就知道 是很僵化那些 但是這個新加坡前外長 回答得很瞄 他說 全世界好像只有你美國 那麼在意去管別人國家的內政 第一 第二 他就說 美國和中國最友好最主動的時期 你記不記得是哪一個 在做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嗯 是啊 毛澤東 是啊 你學者說 糟了 現在習近平越來越像毛澤東 大家要很擔憂 但是尼克遜去中國 要拉攏中國和中國建交 關係正常化的時候 是誰在做中國的領導人呢 就是毛澤東自己 他們說 你們現在怕什麼呢 是啊 這個回答我覺得很妙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他對歷史很通透 他寫了幾本書 講中美關係 我也有看過他 兩本書就相當好 所以 就是說 美國人現在那種的自我矛盾 他們認為有一套好的邏輯 美國人有特別的自信 因為美國人 如果我們總 就是籠統這樣說 就是說 美國人 用一些闊一點意義定義的字眼 美國人呢 就現在有一種 的 好像是 天壽語的一種特殊的地位 就覺得他跟全世界的人都不一樣 我是比全世界的人 我都是要高一等的 就是一種美國的特權主義 有些人就直接翻譯 就說什麼例外 就是很難 Exceptionalism 這個應該就說 是一種特權主義 他覺得我有特殊地位的 我有特殊地位 對世界所有的定義 我都有一種特權 我可以去定義的 美國人就有這種自信 所以當他們講一套理論 現在面對現在的政治環境 那時候 很多時候就忘記了以前的事情 所以這個外長提得很好 你們這麼怕 習近平變成毛澤東 那當年為什麼你們 又是跟毛澤東握手 又是跟他喝完台呢 是不是 那你還怕什麼呢 所以挺有趣的一件事 說回來 美國的內部 現在的對華政策 就是極其混亂 你說混亂 混亂裡面會有一個什麼 直召效果 我們待會會做樣說一下 怎樣混亂 而他的混亂 整成一種結果 就是說 他是複雜 而不可預期 而他的後果 也都不能預期 所以我說 為什麼是一種惡鬥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過 我喜歡看拳擊 因為我很喜歡用Tiktok 希望我真的不要禁掉 Tiktok上面 其中有一類 我有時候會看到的視頻 就是那些拳擊 有些人不喜歡拳擊 覺得這些很血腥 但我也喜歡看 拳擊裡面 我忘記名字 我就看這些 有個拳手 就是不按常理 打拳 出拳 不是出派 大家本來拳擊 拳擊 不是那些格鬥 我來一下 真的還有四條城邊 那些打 通常就是 你對著我 大家拿著拳頭 我不是的 我在這跳舞 扭來扭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手 就垂下 好像跳舞 他偶然就放了拳出來 很多他的對手 就沒有辦法跟他打 因為他不是站定 大家面對面這樣打 他扭來扭去 而且他扭得很厲害 他專門是練這個功 你看過那些片段就知道 他是練閃朵 所以他扭來扭 好像在跳扭腰舞的時候 你要打中他 其實是挺難的 然後他偶然就放了拳出來 美國現在就是扭來扭的拳手 中國就是很穩定的 希望這樣的原則底下 這樣的框架底下 大家來到平等的交往 有競爭也好 我們在可控的情況來有競爭 但美國就不是的 一時拜登 布朗肯出來 就跟你說規矩 說有好 我們又無意一下 有多少個筆 現在有六個筆 四個筆 六個筆 現在又去到七個筆 筆什麼筆什麼 對中國好像很多承諾 無意押制中國反應 講很多 但講完他又不是做這些 國會又做一套 美國國務院又做一套 然後在內閣裏面 不同的官員又講不同的事情 拜登先說完好 習近平談得好 我們又什麼 又講得這麼好聽 舊金山縣 下面跟著商務部長 又說中國 我們要再制裁他 你都不知道在搞什麼 我相信誰好呢 就像那個扭來扭去 不跟你認真 好像又不認真跟你打拳那個人 有沒有看過 那些去照 手都摧著 跳舞在台上 你追著他在那裡跳舞 那你就糟糕了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奉拳過來 你都不知道這個政府是這樣 下一個日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美國你說 是不是故意在那裡迷惑 中國呢 是不是有些人說出話 話術 我想不是 而是這個體制本身是有些失控 因為這個體制官方代表的公權力 背後是牽扯到不同的利益集團 在那裡拉扯著 不同的官員的板塊 在那裡想達成自己的利益 所以美國政府的複雜化 就是在於 它是一個不同的利益集團的複合體 中國你說單一 共產黨領導 共產黨有它的領導人 集體領導也好 然後中央集團最後上升到 總書記、國家主席 你看到它那個所謂的利益集團的板塊 比較清晰 現在就是共產黨控制著的 整個經濟企業 然後有民間有民企 所以民企和國企 和中央的財政 中央的政策 有一些互動 有時候有一些磨擦量 那裡都是大家會看到的 板塊比較少 利益集團的板塊比較少 但是在美國的利益集團 就多得不得了 所以這個政府之所以 這次呈現出來的矛盾 不是他故意扭腰 而是他好像柏金順政 控制不了自己的手 這時候我們先去廣告 最後回來繼續今天的話題 要旅遊找美遊 美遊假期 帶你16日 吃喝玩樂 一家全包 酒片新疆 僅需2480元起 沒有去過新疆 不知道中國之大 北有自然風光 南有人民風情 橫跨網紅沙漠公路 從古城到高原 從沙漠到湖泊 二十多個精華景點 4月25日及6月5日 兩個出發日期 多個選擇 現在報名免費贈送 付車到E0的機票 美遊假期查詢及報名電話 408-990-3366 408-990-3366 東灣天福原 是絕佳的風水福地 背山面海 擁有山上遠景座向 匯聚山川靈氣 跳望整個三藩市海灣 海洋遼闊 氣勢天城 四季陽光普照 百年風水福地 複雜子孫 全新天福原 預購定價 保值優惠 分期免飾 屋倫華埠辦公室 828號Harrison街 甲9街 Saniel Angel辦公室 699 Livelling Boulevard 1447 或電華人服務部 510-839-3388 510-839-3388 理想生活 要多點顏色 無論任何顏色、材料、價格 紅蓮都可以幫你 顧客可遊覽我們的網站 SenseerHomeDecore.com 預約在店內或網上體驗 屬於你的免費3D廚房設計服務 再配合我們代理各國名牌 廚房浴室、家居產品 舒適生活由此起 歡迎光臨屋倫 南三藩市 Santa Clara 灣區四間分店 專業團隊 為你服務 紅蓮家居建材 為美滿家居添飾 劉偉牙科醫學博士 專醫植牙 牙周病 牙齒美容 採用先進3D植牙技術 毛痛安全 收費合理 並有可負擔分期付款計劃 劉偉牙醫博士診所地址 唐人浮 Power街 1421號 預約電話 415-362-8868 回到10點前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剛剛上一節尾聲 梁總說到 用一個拳擊手 或者拳擊賽 來比喻 中國和美國的做法 所謂的惡鬥的做法 剛剛說到美國 有點像是挺生動 可能控制不到自己的拳頭 左閃右臂 或者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手 繼續說說 之後怎樣呢 譬如說今年的大選年 會不會換個總統又好些呢 梁總你不如跟大家說說 美國跟著來的走勢等等 美國現在是很快的力量 第一說就是 白宮是最高權力 美國這個總統制 總統擁有相當強大的權力在那裡 所以你說是否三權分立 國會制衡 國會當然可以立法 票數足夠的話 總統簽不簽都沒有用 總統說可以簽署先生下 或者可以否決 但是只要國會票數足夠的話 國會又可以立法要求行政部門 要求白宮 這個內閣政府要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理論上有什麼權 但是總統也都有一個更大的權 所謂簽署行政命令 你國會 白宮可以送一些法案出去 透過自己和黨派議員 塞一些法案進去 執行總統的一些政策 透過國會來正式立法 如果國會不聽話的話 這樣就用行政命令 特朗普一上場的時候 就不斷簽了 因為國會不太聽他說 不斷簽行政命令 總統可以有權行政命令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不需要國會去批准的 這個權力很大 在很多的政策上面 你看看特朗普就知道了 雖然上一屆政府 參加了一些國際條約 但是總統可以一下子退翻 說退出就退出 不玩就不玩 但是權力是相當大 但是白宮這個權 總統可以自由發揮下 是不是就 喂他可以真是 怎麼搞都行呢 這樣包括核子彈那個案流 都是在他手上的 是吧 但是他也都要 為著自己的執政 有時候有些其他的勢力 他又不能不稍為要聽從一下 不是真的說這個總統自己做的 做得完 因為有其他的約束力 可以在那裡 總統的權力 他想玩到幾大 他會受到外面勢力的牽引 現在第一大的牽引的力量 是什麼 是經濟力量 簡單說就是財團 財團 美國的政府 由最初的時候可以這麼說 由立國開始 就是由財團的利益 和政府公權利的利益的捆綁 而形成的一個國家 我們美國之所以 脫離了英國 不再做英國的 不再做英國的 不再做英國的屬地 是不是叫殖民地呢 因為基本上 英國人來到之後 和其他歐洲國家爭奪這一塊土地的時候 就殺絕了 想殺絕了 現在剩下1% 那些土著 我們叫做印第安人 就是美國 這塊土地上面的土著 他是殺絕 那大家在那裏瓜分歐洲人 英國拿大幅一點 那所以這個你說 是變成他們的海外熟土 可以這麼說 因為住在那裏這些人 並不是你說殖民地 就是奴役了當地的人 然後我派那些人住在那裏 做一些高級的管理者 其實就不是 他延伸了去海外 當這個美國要搞獨立的時候 不是美國 這些英國人在這裏 要脫離英國自己獨立的時候 為的其實就是經濟利益 所以經濟和美國政府的公權力 從一開始這個國家就是搞在一起 分不斥 它沒有一個所謂由文化歷史的根源 發展一個文明出來 所以美國的形成 和其他我們國家的概念 尤其是中國人去想的時候 是比較可能是要花多一些功夫 去理解美國怎麼成一個國家 因為如果我們是受中國傳統的教育 或者我們是在中國文化的環境底下長大 我們去理解一個國家的意識 那個概念 是和美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國家 和美國人看自己的國家的意識 其實不是很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有些不同 所以美國這個經濟板塊 對政府公權力的約制 或者將公權力為自己的經濟集團所運用 這個是由立國開始已經是這樣 包括美國公權力裏面具體的展現出來的 除了你說立法機關之外 主要就是軍事力量 因為你沒有槍港支出政權 這個不只是說毛主席才知道的東西 美國之所以怎麼能夠獨立 不靠打仗 都是槍港支出政權 美國的僵土是怎麼打出來的 靠打出來的 然後獨立 不是獨立 是內戰 大家對國內政策 聯邦 怎麼繼續下去的時候 就是靠打 所以武力從來都是在美國佔一個最重要的 包括到現在都是 但是這個武力也是服務於什麼呢 是服務於美國的經濟集團的利益為首的 所以牽制著 你說白宮在憲法上面 他是這個總統有最大的行政權力 但是這個權力也是受外面這個經濟板塊的約制 經濟板塊就分為很多了 最大的軍工集團 跟著我們的金融集團 跟著我們的實體經濟 幾大板塊在這裡牽扯著 好 現在我們稍微去廣告和新聞簡報 稍後回來中午有10點之後的總編輯時間 San-Liangelo建威廚櫃建材 全面裝修 最新概念設計陳列室 最先進AI創意設計廚櫃 各百款石英石、花崗石台面 不同款式的瓷磚、地板、浴室設備 超級優惠、專業私人設計 為你輕鬆打造夢想中的家 住得更舒適見威地址 San-Liangelo William Street 2048號 電話510-895-8182 510-895-8182 510-895-8182 易靈抗老金鎖匙 三和南海洋純NMN 放離延緩衰老 加速新陳代謝 修復受損細胞 令皮膚幼滑 減淡皺紋和黑斑 改善視力和記憶力 還可以改善睡眠 有夠好睡 自然人都漂亮些 三和南海洋純NMN 各大深容藥行有售 關區免費電話 1877-408-1864 1877-408-1864 白寧願 現正推出清明節優惠 預購特選福地和殯儀規劃均可高達 辦支25節優惠 還有分期付款 利息回贈 在4月5日或之前預購 可額外多辦支5優惠 請把握最佳時機 白寧願 警示最佳 是最好的福地選擇 要微語籌謀 複雜只選 詳情電話 1888-691-9026 1888-691-9026 認識加密貨幣 為未來做準備 提高認知 黨得參與 巨大回報 聖導部星島中文電台 聯同股票金融專家 黃劍鴻老師合辦 完整加密貨幣學習班 4月20號月宇班 4月21號國宇班 南三藩市上課 收費每位500 座位有限 報名重操 報名諮詢電話 650-808-8888 請小日投資公民及公司 及一切股票交易 獲利或選失 與星島報星島中文電台無關 AM1400及FM93.7 幻區中文廣播之手 KVTO Berkeley FMK229DD San Francisco 精彩每一刻 紛紛每一秒 星島中文電台提醒你 即將進入全新一小時 現在是太平洋夏令時間 十點正 星島中文電台 時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節目由Chinese Information Radio 代表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法寶 更多相關消息 可從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獲得 時事資訊與世界同步 星島中文電台新聞報道 下面由葉劍鋒帶來十點鐘的新聞報道 北約成立75週年 俄羅斯副外長格勒慎科表示 俄方無意與北約或其他成員國 爆發軍事衝突 去接受俄國傳媒訪問時說 俄羅斯與北約的關係正在惡化 北約是否準備與俄羅斯爆發公開衝突 要問北約自己 但俄方沒有這樣的計劃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威表示 俄國在與北約對抗的背景下 已經做好應對任何事態發展的準備 他指 西方國家已經連續第三年 向烏爾蘭派遣僱傭兵 並運送武器 希望借烏方之手 造成俄羅斯的戰略失敗 並耗盡資源 但北約的計劃破產 並已經看到俄羅斯的安全和防衛能力得到可靠的保證 南韓當局調查中國跨境電商平台 搜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情況 對象包括Elie Express和添湖等 直屬南韓總理的個人資訊保護委員會 正透過問卷調查 了解電商平台處理個人資料的方針 正得客戶同意的過程 資料是否儲存在中國境內 以及有沒有轉移至第三國等 如果調查後發現違規的行為 當局將要求改正並處以罰款 南韓統計顯示 截至上個月 Elie Express和添湖在南韓分別有過800萬用戶 僅次於當地的電商巨頭 當局成立專項小組 負責應對中國跨境電商進軍南韓的情況 總統拜登和獨立派參議員桑德斯共同出席活動 宣布政府在控制醫療開支方面取得的新成就 包括烤喘病人 如果使用呼吸噴霧 每個月支付額不會超過35元 分析形容 今次合作有利於拜登爭取進步派選票 拜登3號在彼倫白宮的艾森豪威爾大樓主持活動 表示自己和桑德斯奮鬥25年後終於擊敗大藥廠 隨著2022年降低通脹法案生效 參加醫療照顧計劃的民眾正逐漸得益 但醫療行業機構回應批評 拜登今次錯失機會 沒有解釋成本上升涉及其他原因 例如保險公司也需為此負責 在3號的活動上 桑德斯稱讚拜登協助控制民眾的醫療開支 也期待未來與拜登合作 桑德斯2016年、2022年 均曾爭奪民主黨總統的提名 一直在進步派選民當中頗有號召力 針對亞裔的仇恨暴力事件在三藩市似乎沉淨了一陣子之後 但上個星期在市中心附近 發生了一起仇雅暴力事件 亞裔無緣無故遭受言語和身體襲擊 事發在3月28日下午1點左右 事發地在波克街附近 當時有三名華裔年輕男子 無故遭受一名非裔男子投射的騷擾 並用壽視亞裔的言論咒罵他們 情況一直遲到Van Neffs大道 對方不僅沒有停止嘴罵 還升級為攻擊行為 用手上的索料袋 投襲到其中一名華裔當事人身上 令她的面部受到輕傷 三名男子都是安路製作處的職員 受傷的是外展員Marquis 安路製作處職業培訓和經濟發展主任 胡啟華也是其中一名當事人 她說警察後來拘捕了那名非裔男子 並為他們錄口供 又告訴他們會以仇恨犯罪起訴該名男子 胡啟華還說 事件發生後在社區引起關注 多名官員打電話致慰文 聖島中文電台財經消息 財經消息方面 最新報2,307元跌7元落號 10年期國債利率最新報4.347元 跌0.008元 至於匯率方面 1美金最新報7.24元人民幣 最受歡迎的海外華民報章 全球第一 新聞事件每日上演 星島頭條新聞 今天星島很焦點關注 台灣花年發生7.2級地震 威力如同32顆核彈爆發 遇陣數百次死傷約千人 北約而設立一項總額1,000億歐元的 五年門戶基金 保護幾乎免受政治風向轉變影響 市參事會主席佩斯金 宣布競選三藩市市長 挑戰布里德 並承諾振興經濟 詳情請參與今天出版的星島日報 一連串假期又到了 朋友家人最會慶祝 不斷吃 避免了 怎麼辦? 不用擔心 去Dublin歐化中心Element Spa做機 最新的Vset這部機 運用聚焦超聲波的技術 達至瘦身遷體的效果 還可以緊致V面減淡皺紋 我聽說Element Spa另一部新機 利用等離子技術 能量可以到真皮層、治療暗瘡 和賀爾蒙失調引起的暗粒 順便搞定臉的粒粒 那你幫我打電話去Element Spa 預約吧 925-833-9338 是925-833-9338 是925-833-9338 世紀郵輪2024年最佳推薦 日團玩片中國的大好河山 中國夢超豪華21天遊 參觀台北、北京、西安、重慶、長江三峽 上海、桂林、楊索、香港 全程豪華五星酒店和五星郵輪陽台訪 9月6日、10月4日和11月15日保證出發 爆機票、酒店、高鐵、郵輪、門票 每人緊3999元起 世紀郵輪灣區熱線 626-666-6999 626-666-6999 好消息好消息 全美唯一華人自營心腸的 美國許氏生業集團慶祝50周年 特別推出限時搶購大優惠 現在在購買許氏各營號的炮心禮盒 都有特別優惠 詳情請查詢許氏特約經銷商 許氏花旗參 自產自銷、品質純正 是你自用送禮的最佳健康選擇 許氏生業集團 深深不息50年 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 有豪華旅遊主辦 星島日報、星島中文電台 華富訪客中心媒體贊助 155周年 華公鐵路紀念特別旅遊團 將由星島日報社長梁建峰 帶你尋找華公的足跡 此團首日乘搭火車前往溫尼馬卡 紀念這些由華公鋪設的鐵軌 向百年華公致敬 5月10日 全日參加鹽湖城華公 155周年嘉年華活動 本團唯一的精心設計 除了火車並且結合大巴 暢遊國父孫中山 曾經到訪的溫尼馬卡 借以萬站訪客中心 展示車站的歷史圖片 以及鹽湖城的各大景點 日期是5月8日至5月12日 兩人一訪 5日的費用是778元一個人 包括豪華大巴火車飛100元 景點門票 四晚酒店住宿 但不包括餐費和小費 超過4月1日報名 可能需要補火車票 漲價差額 報名速電 星島日報 650-808-8888 星島總編輯 梁健鋒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朝早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回到十點之後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今天的主題繼續是 中美的山崙樂鬥 上一節的美食也說到 美國的一些做法 你繼續讓梁忠說一說 現在的變化 究竟還有什麼招 讓梁忠繼續和大家深入探討一下 講一下 現在美國為什麼對華政策 存在很複雜性 有些互相的矛盾 看看最近幾件事 之所以我會想起 惡鬥這個詞 講幾件事件 大家就知道 第一 現在將要發生的 就是 美、日、非的同盟 快要出現 大家都知道 美國和菲律賓 是有安全 防暴協議在那裡 和日本也有的 但是你將兩個三方 搞在一起 這就 這次是第一次了 菲律賓 曾經是美國的靜民地 美國在菲律賓 為了要對付菲律賓的獨立運動 就展開過對菲律賓那些反抗勢力的大屠殺 其實是相當殘暴的 當時一個事件就是 為了要鎮壓菲律賓人 就在河流的上流 大屠殺之後就任由屍體 一直漂流到下流 作為一種警示 所以 當年 為了要鎮壓菲律賓 美軍在那裡下了重手 但是今天的菲律賓 仍然逃脫不開 就 看過個別領導人 這次小馬可斯 緊緊地被美國吃住 很多人就說 可能因為馬可斯 家族在美國的財產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就被美國掌握得更加緊 所以小馬可斯就變成 白宮的斜線公仔 在南海那裡 最近異常的勇猛 菲律賓這些海岸的艦艦 跟中國有一些磨擦在那裡 這些磨擦也有 一路一路升溫的可能 現在這個時候 日本 日本就是被美國佔領 戰後 你說現在不是殖民地 但是一個附庸國 美軍長久 可以說是永久 就在日本那裡主軍 這個國家的主權 當然就只是被減半 可以這麼說 所以日本和菲律賓 基本上都是美國 可以掌握到 菲律賓沒有那麼容易掌握 你說遇到好像上一屆總統 杜特爾特那樣 對美國有很強烈的 惡感 厭惡感的 菲律賓總統 美國就難搞些 但對於現在這個掌握 菲律賓和日本 菲律賓總統 小馬克思 和日本的首相 岸田文雄 就會同一時間 會來到白宮 見到拜登 會搞出可能 一個亞洲版的 新的同盟出來 早前去年到 美國 拉著英國和澳洲 搞了一塊 用國家名稱 簡稱 Orcus 三角勢力出來 三角勢力主要就是 將核動力潛艇 或者帶核彈頭的 潛艇的技術 轉移給澳洲 澳洲 當時也是 反華的總理 莫里森 因然接受 做了一個冤大頭 澳洲本來躲在自己的角落頭 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挺爽的 天然資源又豐富 人口又少 地又大 在那裏過小日子 都不知道挺好的 但現在不是 要混合起來 要搞戰爭 英國和美國 說我出技術 澳洲你出錢 到底要打仗 你出人 那就挺好的 找了一個新的組合出來 這個新的組合 現在又多了一個 加上日本菲律賓 這些明顯 雖然嘴巴上面說 我們不是要針對中國 但實際行動就是針對中國 而且 從軍事 來到衝突這個方向去發展 你說這個是誰的板塊力量呢 這個當然是 軍工集團 美國現在最大政治影響勢力的 就是美國的軍工集團 所以有一個詞彙 我們叫做軍工複合體 我們叫做軍工複合體 由好幾人的總統 深毛威爾 將軍已經說 這個就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因為軍工複合體 他知道的利潤 在哪裏呢 就是戰爭 生產武器 如果一下對武器的需求降低 消耗量降低的話 那他的利益就會受損 所以他為了追求自己 不斷的發展的利益底下呢 唯有就是要在美國國防那裏 不斷的研製新武器 不斷的去補充武器 不斷的去消耗武器 那麼在這個過程裏面 一定要地緣政治是要緊張 而且必須要發生戰爭 要不是這個軍工複合體 就等於他不單止利益受損 他將來的存在生存 都受到威脅 而他能夠影響到美國的政治 因為美國是最大的超級大國 美國在全世界有過白的軍事基地 消耗在國防的開支 是我們除了我們的退休金 老年醫療照顧之外 就是最大的開支 為什麼我們要花這麼多錢 要維持過白的海外軍事基地 為什麼我們要有這麼龐大的軍隊 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要不斷的延發新的戰機 我們那個是F-35 第五代戰機 我們一年生產過千架 這些昂貴的戰機 但是它的妥善率呢 只有52% 就是說我每年生產這麼多的第五代戰機 就是以億元計 以十億元計這樣去投入去 但是卻是它的妥善率的意思 就是說它這個飛機其實是有問題的 它的設計和它的維護是有問題的 就是生產出來 我想簡單的比喻 生產一千架出來 不是說一千架都可以飛去打仗 只有五百多架 五百二十架 一半等於一半都不能飛 不是在維修中 又在搞 為什麼我們還要做這件事呢 如果你作為一間公司去管理的話 你生產的產品 有一半都不能用的 你還會不會讓它繼續生產下去呢 但是現在我們繼續在做 我們作為美國普通的老百姓選民 現在交稅大家都知道 在計算了 我在家裡又在計算了 要交多少稅 每張批書都扣了錢的了 每張你的糧丹都扣了稅出去 那些稅就是這樣 給了這些人的 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這個就是軍工科合體 支配著美國地緣政治 所以為什麼會把中國成為主要的敵人 然後無論澳洲我們要抓來 歐洲也要抓來 我們不斷要升級這個對中國的敵人 現在還要拉著日本 拉著菲律賓 這兩個人很聽話 跟著又說 我不是針對中國 你不是針對中國 你搞什麼呢 在那裡 一個東一個西 在那裡搞什麼呢 這個又有一個意思 而Orcus方面 國務院第二號人物 Campbell 這個所謂 主宰東亞事務的主要 這個副國務卿 又說 本來這個Orcus 還要拉著英國 澳洲核潛艇 就說 不是針對中國 但是現在不是 他又轉了口風去家 就說 這個Orcus擁有這個核潛艇之後 以後對台海可能的事故 都會發揮作用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澳洲你準備了 將來台海一有問題 你又要派潛艇去 你說說說 潛艇現在都沒有到手 還要不知多少年後才可以到手 但至少政治上 他是從這個方向去發展 這個是一個最大左右美國政治 尤其是對華政策的一個很大一塊 其實就是軍工集團的利益 這個時候我們多謝網友 Edward Lee1961 多謝你的贊助 我們再去廣告 對武雜費 千萬別撿輸 快點打來 833-789-5678訂購吧 太子牌北海道六角靈芝 史上最大優惠來了 現在買一盒送一瓶靈芝 再加送花旗心丸 早晚一顆太子牌六角靈芝 可以平衡心血管 改善睡眠和免疫力 各大心容學說 popus.com有售 東灣天福原 是絕佳的風水福地 背山面海 擁有山上遠景坐向 會聚山川靈氣 跳望整個三藩市海灣 海洋遼闊氣勢天成 四季陽光普照 百年風水福地 複雜子村 全身天福原 預購定價保值優惠 分期免飾 屋倫華埠辦公室 828號Harrison街甲9街 Sanangelo辦公室699 The Wailing Boulevard 1447 或電華人服務部 510-839-3388 510-839-3388 歡迎你4月來桂藤賭場 大酒店大顯身手 4月27號在星期六下 八週四點、六點、八點和晚上十點 由Cmaros和現金歡樂送 直到5月30日 每個星期四 參加高達35萬元 星光閃耀老虎機大賽贏大獎 每次大賽保證40位贏家 下載桂藤和APP 進程肯受遊戲樂趣 成為桂藤獎相卡會員 即可獲得高達500元 免費老虎機遊戲獎賞 詳情請留覽 電話510-865-9486 為你帶來更清晰的 立體星網絡廣播體驗 回到最開始的總編輯時間 還有少許時間 讓梁總做一個總結 對於今日的話題 中美的惡鬥 好了 所以在地緣政治方面 有兩個變化 一個就是美日飛的新的同盟 軍事同盟 這個就是化言形式 奧克斯又說要關注到台海的問題 然後接著我們最近有拜登 又跟習近平通了一個電話 耶倫剛剛又到了廣州 耶倫在出行之前 就說他這次去中國 主要說的就是中國賣的東西太便宜了 你那些又受補貼的產品 其實說的就是主要是電車 還有這些光復 太陽能那些 主要都是現在說的 電車 你買太便宜了 你產能過剩 你要控制一下 你的東西不要買便宜 不要買那麼多 是不是這個就是真正他的意圖呢 我覺得都是有些疑問的 當然他出訪之前 很公開的 透過文字 透過什麼就說 我這次去就跟中國說這件事 愛地的東西不要買便宜 但是這個又不是很合常理邏輯的東西 如果你純粹要跟中國 繼續打貿易戰 現在 商務部長還很積極 雷蒙多 去完中國之後 回來還搞很多制裁 中國企業 清單越搞越長 但是你說耶倫他是財長來的 去管著聯邦那筆帳 可以這麼說 夠不夠錢用 在哪裡找多些錢回來 美國賺錢 我說政府 就是靠借錢而已 美國聯邦政府去哪裡賺錢回來 長期都是借錢的 玩借錢的遊戲 借了錢就等別人來到埋單 這個財長 他是管這個錢的 去中國 要中國不要賣太便宜的東西 是不是他的事 是不是應該 他部門要關注的事情來呢 我覺得有些奇怪 這個說法 對中國會形成一些 某一種的壓力 但是美國政府很流行的 就是我先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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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些東西來 壓制你先 到時候跟你說數的時候 說我不壓你了 其實那個壓力就是你給的 就是沒有真正的著數在那裡 所以這個不知道 他究竟去做什麼 很多人先人估計 耶倫去到應該是 跟中國說賣國債的 應該是說借錢的事情 但是就說得好聽 不是借錢 是賣債給你 或者是應該說這些是 金融財政上面的事情 這個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但是在他去之前 就拜登就打了個電話給習近平 按中國外交部發出來的聲明說 習近平是應約跟拜登通話 應約的意思就是說 是美方先提出要求 說拜登想跟習主席通過電話 通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四十幾分鐘 過去小時 雖然透過翻譯 而且拜登說話都不會很快 我相信沒有我現在說話 語速這麼快 現在沒有時間 說快點 拜登說話應該就慢很多 但是過去小時 都應該談了很不少事情 事後出來的新聞稿 中方就強調 主要說了就是 中國的底線 尤其是在台海問題上 而美方就複雜一些 又說我們說到人愛礁 說到菲律賓 跟中國的衝突 又說到香港 二十三條立法 然後又說到很多中國的人權問題 還有要中國不要支持俄羅斯 和烏克蘭的戰爭 好像說了很多東西 中方也外交部有些回應 逐個回應 這些回應大家都知道 這些回應都知道 這些不用重複了 比如香港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不要干預中國的內政 那些一連串的回應大家都知道 但是是不是他們的書面 或者官方說出來這樣的內容呢 中方強調的 說的就是台海問題上 美國承諾了七筆一無二 無二壓制中國 然後不會支持台獨 說了一大堆 但是如果純粹是為了說這些的話 拜登用不需要去打個電話給習近平呢 如果好像美方的公佈 我去關心香港二十三條立法 我去關心人愛朝菲律賓的衝突 需不需要拜登打個電話過去呢 美國國務院布林肯不是 天天在發這些聲明 天天在說這些事情嗎 尤其是二十三條 布林肯還說要制裁香港的相關官員 限制他們的簽證 那這些表態都說了 俄烏戰爭對於中方 叫他們不要賣武器 不要支持 從一開始已經說了 過了兩年了 那需要拜登老先生 晚上不睡覺 打個電話過去給習近平 我跟你再說一次這些事情 應該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所以之所以會打個電話去 肯定是有一些事務 是必須要當面大家說清楚 你知道我是想這樣 我也想知道你是會想怎樣 就是為了要取得某些的默契 然後才要面對面通一個電話 如果純粹一個政治表態 隨時由國務院發個聲明 找個政府發言人 國防部也好 總統府 白宮發言人 隨時都可以去表這個態 是不需要去拜登通這個電話 領導人要這樣去直接去對話 所以這個內容 肯定就在雙方的聲明裡面 都沒有說出來 現在看到的就是台灣事務 白宮明顯是降了溫 因為金門 我們講漁船事件之後 民進黨政府蔡英文 就很硬 我要實彈射擊 而且還要向中國大陸方向射擊 之後取消了 取消了 又沒有了 所以我猜測 純粹也是我個人的猜測 在很多的板塊 拉著要跟中國強硬 很多地緣政治在升溫 包括菲律賓 包括台海問題上 可能 可能 拜登要跟習近平說 我們底線其實不是那麼差 我們底線在那裡 這個我自己估計 所以白宮可能有點不自主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尾了 多謝梁總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